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接着王国的第五集和第六集剧情介绍 上回说到,世子来到东来之后发现了失变的事情 深入调查时,遇到了赵学州派的禁军杀手 一番生死逃亡后,世子决定前往上州 寻找自己的师父安炫大人 同行的永信主动请应,要帮助世子带路 说去上州的路,他熟的不能再熟了 晚上休息时,世卫将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 根据白天永信的身手,他断定永信绝非等闲之辈 枪法比宫廷禁卫军还要厉害的人,只能出自捉虎军 这支部队专门负责打猎老虎,里面的人功夫非常高 为了活下去,他们什么都敢做 世卫建议世子,应该提防永信 此时,永信刚刚打探消息回来 附近的村子,现如今已经空荡荡 村民得知东来瘟疫的事情后,纷纷逃离家园找避难所 一旁的义女在采药时,遇到了一个人形怪物 而这个人竟然是俯使赵凡巴 世子不由分说,上去就把他揍了一顿 为那些没有上船而死的人出口气 赵凡巴之前所乘坐的船发生了失变 除了他自己一个人之外,其他人全部被咬 更为重要的是,船的目的地是上州 如果失变传染上州,下一个地方就是都城 如果不能提前阻止,很有可能会亡国 世子顶着夜色,快马加鞭的赶往上州 商船由于失去了人为操控 随着水流搁浅在岸边 船上的丧尸并没有逃跑 一头猪的声音将他们吸引在船上 此时的上州百姓已经得知了瘟疫的谣传 为了祈求平安,街头闹事大张起鼓地做着法事 更可耻的人竟然假扮神童,化福卖钱,趁机捞钱 危难时期,总会有一些步伐之徒捣乱 安炫大人的手下发现了搁浅的商船 报告说,东来出现了死了之后还能行走的怪物 安炫知道,是时候下山了 他带着人亲自查看 商船里面遍地血迹,却没有发现任何尸体 里面的随行行李也消失不见 手下发现,浅滩周围有车轮的痕迹 另一边,去往上州的途中,狮子发现了一个村子 里面的人穿着破烂,却蒸着米饭烤着肥猪 眼前的一切和他们的身份格格不入 当妇女拿出藏起来的绸缎时 赵帆妈找到了商船上的行李 村民承认,这些东西是从船上偷来的 船上的尸体支离破碎,被什么东西咬过一样 为了逃脱罪责,他们将尸体掩埋了起来 在世子的要求下,村民一行人带着武器给他们带路 村民们知道,偷窃的罪名很大 他们已经活了很久,已经不惧怕死亡 可是,那些没有长大的孩子不能死 他们决定要在芦苇荡杀掉世子一行人,消灭掉罪症 世子所担心的不是这群村民,而是被埋在脚下的尸体 天侧才刚刚便安,丧尸们便复活了过来 一口将无辜的村民咬死,其他的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世子几个人也算得上是高级战斗力 世子本身有一定的武术基础 世卫则是正耳八经的高手,永信也是一位隐藏的bug 唯一比较怂的人可能就是赵凡巴 面对成群的藏尸,他依旧躲在了一女背后求保护 尽管整体战斗力都非常高 但是,面对如此多的行尸,体力上也会支撑不住 正当陷入苦战时,安炫大人带着手下冲了过来 他们根据村民车骨入的痕迹找到了这里 没想到碰巧遇到了世子 话说,安炫的加奴很是了解行尸一样 先是用火将他们困住,然后用很长的武器厮杀 最为重要的一点,他们知道头是行尸的弱点 而且,这群加奴的战力不亚于世子他们 一番刀光剑影后,世子总算再一次活了下来 安炫大人在世子很小的时候就是他的追随者 当时,世子的妈妈去世,而他名分并不稳定 朝中的赵学舟对他也是虎实淡淡 唯一支持他做后盾的人就是安炫 安炫告诉世子,整个国家没有人能够照顾你 你必须和不义作斗争才行 和那些想要颠覆王国的人作斗争 只有战胜他们,你才能扶正大义成为王国的希望 世子将神异记载的生死讨复活人的病治交给了安炫 奇怪的是,安炫并没有感到震惊 反而非常的平淡 他不担心那些疯狂的形势,却要求世子好好休息 确实,世子从东来之后一直在生死逃亡 没有好好地休息过一个晚上 在安炫大人的安排下,世子打算好好休息一晚 毕竟,这里是自己最信任的老巢 世卫对安炫加农对付形势感到疑惑 他提醒世子,安炫可能有什么猫腻藏着 世子对此不以为然,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寝室 另一边,在一所都城的监狱当中 守卫给了老李其中一个人一碗肉 另一个还抱怨为什么不给他 其实,这肉是被刑尸咬过的人 赵学舟专门用犯人来做实验 果然,聪明的人做事就是谨慎 在不了解情况下保持理智 不做出任何行动 首先要亲自尝试得出结果 知道事情的原为和后果后 才大刀阔斧的实施计划 通过犯人的反应 他知道丧尸会传播的情报 另一位神秘人永信的绅士 也慢慢揭开了神秘棉纱 他趁着所有人收税 独自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方 湖岸边的一块石头上 写着安炫的功绩 三年前,安炫带着五百人 消灭了三万窝口 拯救了王国 可是,永信却在这石碑土坛 一副不屑的样子 他来到一个荒芜的飞弃村落 这里原来名为寿望村 村里的人大部分脸上都缠着绷带 唯独在这个村子里的永信 没有一点事 为了给弟弟买药 他不得不外出赚钱 至于去做什么 目前无法得知 当他再次回来时 村子已经成为了废墟 附近却堵出了村民的坟头 奇怪的是 坟前竟然有人上过乡 全村人都已经死了 除了永信知道他们外 没有人会给他们上乡 看着眼前残雨的烟丝 永信一脸疑惑和惊讶 画面来到一群孕妇这里 他们围坐在饭桌前 有人请他们来到这里 好吃好喝伺候 并且还不收费 一群穷人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这其中就有世子世卫的夫人 和其他人不同的是 她是劳工让他过来的 属于自愿投报送怀 赵薛州得到刑事的确切情报后 立即让自己的王后女儿垂帘听证 下令集结所有的军队 将通往上州的所有关口封锁 等于是放弃整个上州地区和百姓 凡事敢抗令的人 当即斩首 这些命令虽然是以王后的名义颁布 但真正下令的人却是赵薛州 大臣们虽然知道 也不敢反抗 王后还是质疑了她的做法 难道不可惜上州的粮食钱财吗 赵薛州回答她 权利难道就是那几分钱吗 我能够在这小湖里藏下多具尸体 下面的人就算知道也不敢说 这就是所谓的权利 我能够将你扶到王后的位置 也能有能力拉你下来 在我没有下令之前 任何人不能打开关门 当她转身离开时 从王后看她的眼神中能分析 王后厌倦她的父亲 这里面包含了利勇和不屑 可能她在背地里搞着更大的计划 由于军队将上州封锁 牧师当然以为是为了世子 他找到了安炫 要求交出世子来得到军队的保护 此时 赵学舟的禁卫军手下也来到了这里 就是之前在东来追击世子的那批人 禁军在世子到来之前 给安炫发送了消息 让他将世子软禁 等禁卫军的到来 安炫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子 并让他好好休息 第二天看好戏 安炫不仅没有帮助禁军 还给他们扣上了逆反的帽子 命自己的家奴将所有人射杀 他还知道 世子身边有人是赵学舟的人 这个人从出宫开始就一直通风报信 世子通过眼神告诉 这个间谍很有可能是侍卫 但是目前没有确切证据 无法断定 之前 东来地区的幸存者逃亡到了上州 乌鸦鸦一片堵在了上州的大门外 牧师认为 城外需要救助的人太多 而上州城太小 无法容纳这么多的人 他选择让城内的人活下来 放弃城外的人 世子看着外面想要活下来的人们 他撤掉了牧师的职务 亲自领导上州所有人的求生之路 丧尸想要从东来进入上州 必须从平城川和云铺找两个地方通过 只要将这两个地方守住 上州也就能活 他下令 让所有的男人拿起武器反抗 包括文若书生 将贵族的门拆掉当作城墙 竹子削剑做武器 在世子的动员下 百姓和官兵忙得热火朝天 另一边 那群被收留的孕妇一个接一个生产 大家满怀期待 心里很是开心 但是收留他们的人是王后 那些生孩子的人 如果生的不是男孩 他们会直接被处理掉 如果是男孩 则会留下孩子处理掉孕妇 这个时候只能猜测 王后可能在做不被之虚 万一自己生下的不是男孩 就用别人的孩子 势必要把王位得到手 可是当王后洗澡时 吓人才发现 王后居然没有怀孕 肚子一直是假装出来的 看来王后也绝非擅长 赵帆巴跟随一女 去往山上采药 意外地发现了名为洞骨的地方 正是一书上写的生死草的地方 小骨里面常年结冰 雾气环绕 前面的山洞被一片湖水包围 岸边则有一道铜铃戒备 一女果然发现了生死草 同时也发现了铁锁 还没等着考虑 岸边突然跑过去一个身影 画面来到了世子这边 安炫派出的手下只有马跑了回来 上面的血迹还没有干 丧尸可能即将就要到来 所有人一瞬间进入警戒状态 准备和丧尸决一死战 与此同时 赵薛舟也来到了前线 他的身后一个木箱 装着一室丧尸 他站在城墙上 观察世子那边的动向 手下说外面太冷 建议他回去 而赵薛舟并不在意 依然注视着前方 经过一整晚的戒备 世子他们并没有发现丧尸 见天色已亮 让手下收拾家伙 打算回去睡觉 紧张的心终于可以放下 不过赵薛舟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知道 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突然 世子前方的林子 一片鸟儿被惊起 叽叽喳喳乱成了一团 另一边的一女 在大白天 被丧尸给困住 他们想到了最重要一点 丧尸不怕阳光 怕的是温度 现在天气温度降低 所以他们现在在白天也能够出没 这一点 赵薛舟在都城实验已经得知 望着前方喘动的身影和咆哮声 世子该如何应对疯狂的丧尸 一女又该如何逃出生天 所有的疑问都将留在亡国的第二季 至此 亡国的第一季剧情就是这样 更新了三期的视频 已算告一段落 看到这里 虽然没有结局 但不妨来捋一下隐藏剧情 王无缘无故的突然病亡 太医都查不出病因 再加上王后假怀孕的事情 如果王对王后很好 王后是不可能七八个月没有被发现 所以证明 王很久没有和王后同床 假怀孕的事连赵薛舟都不知道 可想 王后的心机多重 所以 她怕世子继位 安迪李夏毒将王堵死 赵薛舟为了得到王的位置 召唤了辞职的神医 因为在三年前 她和神医和安炫 他们三个知道生死草的事 而生死草的位置 正好在当年抗窝的地方 仔细想想 五百人打三万人 在冷兵器时代 基本不可能 但当时 并没有多余的兵力调遣 所以 他们三个将受忘村的村民做实验 将他们杀死后 再用生死草复活 利用丧尸消灭掉倭寇 作为第一批丧尸 他们不具备传染性 在和倭寇的战斗中 肯定会有所损失 这一战下来过后 安炫他们五百人 在白天 只需要烧掉尸体便可 永信因为出去 逃过了一劫 他可能知道这件事 也可能不知道 但他知道 弟弟是被安炫所害 所以才会唾弃封宫碑 赵学舟利用神医 将王复活 之后 神医明明知道 王成为的丧尸 是无药可救的 还是让徒弟拿着药 靠近了王 以至于被咬 可以说 神医是故意这么做的 凭借着多年的医学经验 他知道王是被毒死的 为了保命 他借着埋葬徒弟 跑回东来 彻夜寻找毒死王的药 只要他找到 他就有活着的筹码 如果找不到 他也会被处理掉 因为神医只是对赵学舟有用 对王后而言 他并没有多大用处 接下来就是开始大面积事变 世子一路逃亡 至于那个间谍 应该就是世伟 既然赵学舟掌握了大部分权力 世子身边的世伟 肯定也是需要通过他安排 世伟并不想背叛世子 但是 现在老婆被王后嫁作了人质 他也是无可奈何 两边周旋 总体来说的话 里面隐藏了很多细节 为下一步速铺垫 将丧尸和宫斗结合在一起 剧情很吸引人 拍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 老油条强烈推荐本篇 很刺激 很过瘾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